电视剧《叶天子》在今举行开机会 主演徐海乔、宋佐儿、刘佩奇、洪剑涛等全阵容亮相 叶天子主打青春热血 励志传奇 剧组也被网友称为最爱搞事情剧组 从此以后就是要被夏淫赢得属于一个天下 好吗 是这样的画风吗 是啊 叶小天就是夏淫的天下 哇 这也太甜了 现场送《佐儿》自爆 角色是徐海乔在剧中事业上的绊脚石 不知为何这样说呢 叶小天那个事业上的一块绊脚石是这样 那样的 其实夏淫赢 夏淫赢给我的感觉其实就是我 但是是 哦 你这是说的台本 你还跟我讲你没看台本 我真的没有看台本 干什么呀 从来都不看台本 都是脱口笑 你不是说好不影响我的吗 你看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没有 就是真的就是我呀 但是只不过他 就是我最开始读剧本的时候 夏淫有点是一个傻白甜的样子 但是其实是最欢乐的一个剧组 因为就是不管说在戏里我们的角色是怎么样 但是在平常在私底下我们真的就是那种平常没事就互怼 宋卓尔在现场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敲我的那个车的门 然后我一开门就才没有人 从他进主的第一天就玩这个游戏 我没有第一天 然后他杀亲的那一天都还在玩这个游戏 薛海乔与宋卓尔大到笑场不断 这对CP也太欢乐了吧 对笑场经常是笑到我就趴在地上 而且你看海乔哥他特别喜欢 就是他老师就是那种拍的时候就抛出一个就是一个梗 然后我就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嘛 然后我就笑的根本就 我经常在就是五四三的时候 就到其实那叫五四三二一三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一笑 反正到最后我就是不能看着他 我一看着他我就想笑 饰演大老爷的洪建涛实验 薛海乔非常辛苦 自称在剧组年轻十岁都扛不下来呢 这俩孩子真太美了 当然其他演员也很辛苦 一千多场戏 我才一百多场戏 我一直累了 因为那个洪建是 最热 史上最高温度 对 我也改成一个史上风雨 太热了 而且他们那个头套 这个服装又非常厚重 这个我觉得一般的人 又是我 我年轻十岁二十岁我都盯不下来 好 接下来我们邀请今天到场 《非凡娱乐》北京报导 到场了 中文字幕廿